直到今天郭大哥一说过才知道 原来大陆股市的上阵 接下来如果你有把钱到海外去买 入股港股相关商品或者是基金 跟入股相关的 你就要心中有个底 最好人民币要继续重变 最好中国大陆的经济要起步来 这叫背离 所以越背离它就越涨 郭大哥说的 所以现在是背离入股成常态 我觉得是一个 最想知道是先说 那个开会呢 那结果结论呢 它的结论其实就是咨询 那么这个会其实在 产官学 他们真正是 而且是一个一个问 问的结果就是说 比较注意就是 他们认为降纯准率 比降低利率要有效 所以是选择降纯准率而非降息 降息跟大家报告 是降极准利率 所以如果降息的话 存贷款的利率都会做改变 但是降纯准率就是银行 你钱存到了银行 银行要提拨一定比例的钱 存到了央行 以防银行如果有状况的话 这叫存准率 总之也是让资金宽松 对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人民币不应该因为要刺激出口而贬值 对嘛就是我们昨天说的中国大陆官方现在是足扁 奖升 对他们为什么说不愿意去帮助厂商出口呢 因为他认为他们现阶段在进入一个调节构的一个环境里面 世界工厂要转成世界市场 对他要把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把消费部分要增加 不要拼出口 如果拼出口反而让厂商有所依赖 它的一个成长速度会减缓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房市过去占GDP的一个比重大概是25% 那么现在房市自从打房之后 房市这个在GDP比重大幅度的萎缩 原来他们认为可以用投资 用消费来弥补房市对GDP贡献度的缩减 但是这边的增速并没有比它的减速来得快 房市就太快了 所以造成GDP为什么会落到7% 7%比外资他们所预期的6.9% 还略为优于疫情一点点了 另外以中国大陆来说 从2008年到现在 它都是持有美债最多最多的国家 本来中国大陆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因为它持有最多的美国公债 现在掉到第二了 退到第二 那第一是谁 日本 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认为人民币没有必要去贬值 是因为美元本身会由墙逐渐缓和的走落 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的话 人民币还是可以做一个存款投资的 因为长期趋势来讲对它是有利 那么从这个会议里面的结论 我们也可以发现 其实他们是非常重视在整个结构调整过程中 到底遇到什么东西的一个暗流 让它调整的时候突然呈现了一个不够增速那么快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 关键就是在于我刚刚提到这几个重点 如果照这样讲 陆股上阵假设因为背离 反正经济不好它就还会再飙涨 我就再把钱砸更多的台币买人民币去进行陆港股的投资 是不是这样 那国内还没出去的钱 因为人民币一定要背离 所以一定会扁 我就不要再用台币买人民币再去存人民币了 不要了 是不是 陆股最近确实涨的是比较速度快一点 大家可以看今天我们上阵2X的走势 它涨幅超过7% 超过一个党停板 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疯 所以陆股还可以加码 但是从目前外资法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认为这一段时间还是要暂停一下 那么在整个趋势上来说的话 陆股的涨幅并没有告一段落 目前的外资报告里面 看得最低的 目前是看上阵指数4800点 4800 你知道4800有多高吗 上阵历史高点是6000点 历史低点是1600点 4800就快5000点了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也喜欢 应该说前出去操作陆股股 陆股部分呢 短线上不照进不追了 但长线还是偏多 刚刚瑞涵一上来 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嘛 量也背离了 指标也背离了 虽然这种背离是常态性的 有顿化性 但是它也告诉你 风险在上升 所以不要去做追高动作 对 而且中国大陆的这个网友 也有在讲 说一带一路是骗局一场 因为一带一路所需要的经费 因为中国大陆有地方在也很严重 那么就是股市把它炒上来之后 全民都会去开户去买入股 所以这一带一路的最后 就是由全民来买单 这散户都套在高档 而从股市里面赚到的这个钱 就拿去做一带一路的经费 完美的一个经费来源 可以问一下这个网友 他有没有赚到钱 那他如果有赚到钱的话 我们就觉得他讲的话比较有参考性 那你不要说你是没有赚到的 然后你看坏 这个就 我觉得就 我们就听听了 就看不 这个看人家赚钱就不开心 对啊 这种人也有 对 可是郭大哥 那如果在国内存人民币 如果人民币背离 他就会继续扁 那我就不要再存人民币了 我觉得其实存人民币还是可以的 因为基本上我们认为 就是说人民币没有再进一步 大幅扁值的空间 因为它主扁 它已经主扁了 第二个美元的强势 它是有阶段性的 到美国升息之后 美元可能强势就接近尾声了 所以存人民币还是可以再加码一些 但是追买陆港股就稍微不建议了 这是郭大哥给国人的 投资人一点一点的操作想法分享 当然说到了港股 陆股最近的飙涨 涨什么 涨金融 银行板块 涨一些的地产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涨基础建设股像南北车 你看外资 今天外资的买超 前20名当中 多达7档的金融股 关我念那个外资投信同买超 同买中信金控跟同买中售 我记得的就已经超过三天了 连投信都在追买中信金跟中售 同买的包括了人保 赵峰金 接连赵峰金都买进来了 还有华航 那同卖的好特别 今天找不到一档 外资投信同卖的 那同卖的呢 阿超怎么看 对 以这个中信金来讲 是外资一直买的 虽然中信金要去买台售保 台售保嫌他聘金不够高 但是外资还是一直买中信金 你看这个股价是涨这么多 没买六天了 因为中信金虽然是在银行 虽然是很强的 但是他旗下比较欠缺 就是保险这一类的 所以一旦这个把台售保 并下来的话 他整个金控的一个版图 就有机会跟富邦金 跟国泰金就是一较高下 这个也是为什么外资一直买 投信也买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除此之外 财报好的 像中售 他第一季的一个财报 就EPS就超过一块钱了 那现在股价还在20几块 30块这附近 那当然就是说 他这个本益比 还算是相当的一个低 那除此之外 这个兆风金 这个关股的部分 已经都是15席的董事 已经都拿下来了 所以将来他要合并谁 这内部就比较没有杂音 而且现阶段 因为外资最近都在卖电子股 那电子股因为第二季 看样子你看又缺水 又要限电 那这个又有所谓的可购理税额 减半影响最重的就是电子股 所以在第二季 电子股可能是 缺电的机会是比较高 所以金融股当然就吸金了 所以这个第二季的部分 我想还是金融股 占这个优势的几率是比较高 这个礼拜电子股的指数 是破底的 但是这个礼拜 金融的指数确实创高了 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投资朋友在选股的部分 我想应该是以金融为主 证明了一件事 证明那个钱 绝对会往那个油厘头的地方钻 我今天为什么这么讲 你知道今天非常罕见 欧美股全部都收红 国际股是欧美股的收涨 理由竟然几乎只有一个 那就是国际的油价飙涨 逼近6% 油价大涨 牛眼油来到了56.39块 今年的新高 告诉您这不是最重要的重点 最重要的重点 油价从100块钱以上的价位 跌到了梅桶 只剩下50块美元的这个价位 重挫的过程当中 我从来没有见到两大讯号 这两大是偏多讯号 竟然在最近 应该说今天了 大涨将近6%的今天 全部都见到了 所以前面我才预告了 今天的油价一定要抢 油价是否在今天正式由空翻多 请问两大讯号是什么阿超 对就是我们很少看到说 这个OPEC它说要减产 同时你可以看到 页岩油的业者已经倒闭了25%了 美国页岩油业者倒这么多了 对这个我觉得这一波的油价 从100美元跌到这个50美元以下 我觉得根本就是闹剧一场 记不记得OPEC 也就是石油输出国家 前一阵子才放话说 就算跌到20美元 也没关系 一桶我也不会减产 对啊就好像现在也减产 结果现在呢 竟然说要减产了 这个跟他当初自己打 自己打自己的讲的话了 他不常的业言我也挺听的 他现在好像OPEC也有心 要翻多油价了看起来 对我觉得这个门完全是阴谋 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IEA国际能源总署 上调今年的原油需求 因为气候又比原先预期 还要来得冷 所以原油需求就会比较高 这一点也是这个油价狂跌之后 史上第一次见到 之前的国际能源总署IEA 一再对外强调 全球经济复苏力道 是不如预期的 所以这个供给面 油我还是一样多 但需求一直在递减 需求一直在递减 直到今天我听到 需求竟然是在增加的 他上调今年的原油需求量 这个我真的觉得 就是摆明了 他们要做多油价了 对那我想就是说 先前我们在节目中 跟大家报告过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完全就是阴谋一场 因为当初沙鲁地阿拉伯 说是怎样 油价跌到20美元以下 他也不会减产 他表面上是为了要攻击 美国的页岩油 这只是表面 其实是美国跟沙鲁地阿拉伯 联手把油价压下来 为了打击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去占领克里米亚 那这个就是让这个美国 美国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美国跟俄罗斯处得不好 又不能用真的战争去打 所以只要打这种加油战 战争的战 让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卢布跟股市 股位是双挫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油价其实近期都还在低点 可是呢 俄罗斯的股市今年涨了33% 那么俄罗斯的卢布呢 今年其实你可以看到 强升 今年又多出强升 眼看再跌下去也打不到俄罗斯了 反而是伤了自己嘛 所以现在就是说 大家找一个台阶下 这个美国业也有了 业者已经倒了25%啦 对不对 让俄罗斯 让这个沙鲁地阿拉伯有面子了 这个你看吗 你看吗 美国被我打垮了 对对对 那就是赶快找一个台阶下 要不然大家都油价跌了 其实大家都不好啦 那我要一个答案 如果照这样来看 油价会不会60块70块80块 一直往上做挺进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要觉得很开心 油价涨整个经济复苏不对 它对企业的成本是一大负担 尤其是我们的电子业 最近有点涨不太动 那所以呢 油价大涨 我们的相关企业就会负担加重 股价跌 对油价涨太多 当然是不太好 而且现在看技术线 确实有打W底的这样子的情况 有 而且这一次前一波 三月的一个破底 似乎是怎样 假跌破 然后呢 然后就是说 真穿头上去了 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 油价涨上去 可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如果你那时候预估 油价四十几块美元 就是波段最低一点 然后勇敢的去买原油期货的话 航空业者 外传 某航空业者就是这么做 那么我们看今天外资 你看油价大涨 你在讲同买的华航吗 对对 是哦 那外传是这样 但是不是 如果我们看说 外资这一波买华航 这不论油价涨跌啊 难怪他给员工加薪水 对啊 这是原油期货大涨 外传某航空公司在油价 这个四十几美元的时候 是大量的买进 未来一年的原油期货 那现在油价涨上来 都不关他的事啊 拼命赚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也合理华语 是不是 这个华航他已经做好 万全的一个 避险的一个动作 所以如果油价去涨 您的研判就是挑股票做 那整体可能会有压抑 一点点的情况发生就对了 对 涨太多的话 其实当然对全球股市 是不太好的 这些的观察面相 请您小心了 因为国际的大变数 连油都出现了 蠢蠢欲动了 是不是油空 转多 这是一个方向的大改变 这个改变 莫非油也扩到了金吗 请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报价 先掌握一下 刚刚阿朝说 油打出了底型 黄金何尝 不是打出一个 头肩底的底型呢 因此好重要 我最近在看那个脸书 很多网友在问 可不可以投资黄金啊 我在想为什么大家在热黄金 我终于懂了 昨天啊 国内第一档 国内史上第一档哦 黄金的指数型基金 ETF 这个交易挂牌了 它的名字叫做原黄金 待会儿呢 玉堂会来介绍他代码00635 然后今天涨 因为昨天才挂牌 所以两根的K棒 请看 高点有过低点 再次飙高 所以是不是有期待性呢 我们的国内第一档黄金 ETF嘛 其实人家别的国家 早就发行黄金ETF了 我们就来看日本 日本这档黄金ETF 其实量是很大的 很具国际指标的 除了从从到尾 稳在盘上之外 请看K 你看他 是不是跟刚刚黄金的手势 好像底型的约略打出来了 如果我们的原黄金 真的可以这样的话 不就大有赚钱获利机会吗 玉堂介绍我们的第一档 黄金ETF 对没有错 这是由原大署发行的 他主要是追踪这个 标普高盛基金 这个黄金ER的这个指数 我们等一下会带到 因为我们讲这个 指数型基金 他都有一个追踪的一个标的 他追踪的这个是 这个标普高盛的 美国标普高盛黄金ER 那他的全名比较长 因为他是追踪标普高盛 那他主要是用 这个期货的一个方式 去做一个锁定的一个动作 对你看他的名称 如果我把全名念出来 真的 原大宝来标普高盛基金ER 指数股票型基金 信托期货信托基金 他简称什么 原黄金ETF 代码要记住 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 好多人在聊 那他的交易呢 是怎么交易啊 他就像我们讲 植住型基金那种股票型的 一样用张一张 就是一千股为一个单位 所以是一张一张买 对对一张一张买 那就是像买股票一样就对了 那他的 刚刚有看到报价 就是今天大概 跟禁止差不多 大概就是两万块 约20块左右 他这样禁止大概是 19到20元 这个之间跳动 对他的那个收盘价 我们报告一下 原黄金今天ETF收在20.04 那因为他是要张码 乘上一千 不就是两万零四十块 对对对 像一张买的话 大概两万块出头 OKOK 那以现阶段来说 这个算是我们讲 台湾第一档的一个黄金 而且是用这个 期货的信托基金 这是第一个一个部分 算是一个创举 那未来也表示 有可能像我们这个相关的石油 一些商品的部分 都会推出 因为他的操作策略 是追踪美国标普的 高盛黄金ER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标普的这个商品 你能不能上来画一下 因为他既然是追踪 这个商品 他是红色的这条曲线 红色这一条 然后蓝色的这个是 黄金现货 国际黄金现货的报价 还真的追得好 他几乎是一步一趋 对没有错 其实他追踪的这个 我们讲 标普高盛的黄金一样 你可以发现 他过去这一波以来 跟黄金现货 因为我们讲现货的一个部分 就是蓝色这条线的部分 联动性其实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密切 观点性高达97 对97% 所以说你未来要去 这个我们讲 布局黄金的投资朋友 就是做一个操作的话 其实以这一档的一个 ETF操作 我认为值得追踪 因为我们讲第一个部分 当然这个黄金有涨有跌 那ETF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其实有提供资券的交易 有资券的交易 所以你可以做多做空 而且他在盘中的一个进出 就像你买股票一样 你是可以很灵活的 我们先跟他做一下报告 这个因为我们第一档的黄金ETF 他叫元黄金 然后元黄金这些基金操盘人 他不能乱操作 他要追踪一档标的 这是美国的标普高盛黄金12 那美国高盛黄金12 我们也做出单独的一张图 他最近的走势 Bingo漂亮 因为他追他 既然他最近在涨 对 涨了3%多了 今天涨幅3.27 昨天的涨幅 而且如果能够打出这样的底型 也代表我们的元黄金 有机会这样涨起来 对 因为就是追踪指数的一个动作 好 随意党先请回座 讲到这儿 当然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去买 我们的黄金ETF 元黄金 还有我前面有预告 其实我们在贵买市场 有一个黄金交易平台 但是买的不是ETF 买的是什么 实体的真的黄金 有这样吗 那不是有黄金存折 跟这个实体的黄金 买卖在贵买市场买 又有什么不一样 预堂待会儿交清楚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金融商品 很多人很有兴趣 还有兴趣的是这一个 请看 回到现场之后 我们就要教您 留长一点点时间 想看房子 买方市场的您 机会来了 什么的优惠方案 待会儿您就知道 今天有267个人 按我赞